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在內良發表演講時遇襲中槍 不治心夢 惡號曝光後震驚全球 日本舉過哀悼之餘 當地電視台更緊急停播了多個節目 刑事作品 為全世界民眾更新最新消息 動畫頂點都在其中 動畫官方社交平台昨日發布緊急通告 宣布原定於今日播出的第二集 因為各種原因導致取消 該時段將重播第一集 而第三集則將在7月16日依序播出 不過有網友發現 第二集被官方傳數撼掉 播出 有網友搜尋動畫官網後 發現第二集的預告中 竟出現總統暗殺計劃等內容 由剛好遇上安倍晉三 慘遭刺殺的敏感時機 都被傳測是第二集無法播出的原因 消息曝光後 一度掀起入網熱議 還說 這個偶然實在太令人無骨悚然了 一直以後 在10月以後 按照 按照